3 2 1 F1戰車揭幕活動 我們非常開心這一刻讓我們今天的F1戰車 能夠載到我們台北市政府大廳 來亮相 向世界 向世界出發 在美國就來自大概有40個國家的朋友 在美國辦了回收手機派對幫忙回收 所以全部機到美國超過40個國家 它不只是一個回收機 但是對我看來這台車存在了2萬6千多人的心 私は瀬戶風と言います 日本からきました 林さんを応援するために来ました 我們が皆から集めた携帯電話が どんな風になっているか それがまず見たかった 在日本艺坛深受重视与肯定的林士堡 1992年 勇闯世界艺术之都纽约 在语言不通 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之下 取得了纽约艺术大学硕士学位 其间更完成无数大型公共艺术创作 获得各界肯定 2011年 联合国颁赠杰出艺术家奖给林士堡 表扬她对人与地球 社会的杰出贡献 以艺术为一生志向的林士堡 明知艺术这条路总是要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 30多年来 她是否有放弃过的念头呢? 毕业之后就在十字路口 梦想跟实际上的问题会冲突 因为有小孩就开始要找工作 那那个时候也有日地公司来跟我谈 就是总监要的人才 有关艺术方面的 那我不知道我那个保证人也刚好是东京艺术大学的油画科毕业的 她说我看到了你跟我当年很像 那经过了这一半的岁月 她说我要向我的人生说对不起 讲过了两年后呢 她就在 她56岁而已 她说那一年就说要跟人生说对不起 那我都遇到一些好人贵人 那她就是默默就是上班族嘛 也没有说很大的经济自在 但是呢有些人脉 她服完病回来啊 她就想出国读书 第一选择就是到日本 但是日语不好总是蛮辛苦的 不过也是给她很大的祝福 希望她能够顺利的发展 那个时候啊 日本有一句话叫做一生玄命 一生玄命 但是我们一开始是会臭意 那会臭意我就把它给会臭到底 就是说一生的这个命就交给一叔 不过后来我知道她在日本读书那段时间 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辛苦 她都会用她的毅力啊能够度过了